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没法弄了 这个就是说和人一样的学习方式他都会了 那你就以后真的是机器人了 机器大脑那太厉害了 就是说所以他站到这个平台 我们以后真的是没法给他下 所以现在2比0输给他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盘 第三盘 第三盘也是直黑 对 也事实在下完三盘棋之后 他说下第三盘之前 他确实是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因为他代表的是人类 他觉得好像太大了 实在是怎么能输给机器呢 是吧 这个我先我理解他 他真的是压力太大 压力非常大 你面对一个冷冰冰的电脑 和过去我们对手 对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一起老下期 就算科捷 他面对科捷 都知道你的个性 你的什么对人的互相有感情感的交流 然后所谓手谈 他每下一步都是有他的意思的 有他的感情的 你对了一个机器 他任何没有反应 然后他什么东西 你的东西他都知道 这个太可怕 是 黑气下来个小木 对 星位 对 二连星 挂一下 小飞 对 是 小飞 然后走个 高中国流 高中国流 这是李氏 他就这个他上一盘 是 AlphaGo 他下的低中国流 但是这外面先走了几个 对 高挂走了一下 现在高中国流 他们两个都各用了一次 对 看起来这个中国流还真是一个好布局 好布局 对 他们两个都采用这个 布局来说 就是说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说你要什么多多么新颖 多么觉得非常好的什么像革命性的什么布局 也没出现 对 不像什么革命性布局 也没有说是机器就布局怎么样 是 我知道之前有一个棋手叫甘思扬 刘老师 您不知道听说到的 对 他的布局是天马行空的 经常下在五路或者六路 当然他迎棋不是说他靠他的布局下在五路六路 还是要中后版盘的力量 力量 对 但是他前面的棋子就下的 你看起来完全就是觉得像不会下棋一样的 但他很有个性 当然很有个性 就是说他就是布局方面 不是说人想象的就是说机器就一定那个 是说是多么超比人类要多多先进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布局呢 并不是说AlphaGo的布局有多强 但是他在取得优势之前 他下的很强 我觉得取得优势之后 他可能有一些 也有人替李世世出武招 说你这个下布局 你就一上来就给他赶快就是走乱的 然后有节就往上铺就打劫就完了 就别给他走巡规导具的那些 就是说多走一些乱的一些 也就是说别走大家都我们的 中规中矩的 都有过的那些 但是你要是研究一个新的布阵都很有效太难了 对 不容易 对 你现在目前来说 李世世他的他的实际上他掌握的很多信息 对方都知道 没错 但是对方的信息他不知道 好我们就看这个棋 现在他走了一个高中国流 然后挂一个 然后他是小飞的 那是大飞 对 大飞手脚 对 这个也出现过 以前出现过 有这样的效果 这个是属于效率比较高的 对 如果你走那边 比如说他多一个挂 现在你那是小飞 他这样的布阵 让你打了 他往前走 这个效率很高 这个所谓白旗阿尔法狗 他走的这个应该说也挺 挺不错的吧 这个黑旗就往回拆了 对拆一个 这个都很普通 普通 这个非常普通 这时候高中国流经常是采用的这种 作战式的 这种就高位 来了就进攻 这是典型的一个布局 非常是经典的 对 现在白旗在这挂了 挂一个 对 然后你要是飞起来 那他脱退什么拆衣 这都是太熟了 大家都会 这个下发 对 然后 现在黑旗下的是小尖 对 这个是那个 是过于进攻 这个常用的手段 对 这个下发 可以 挺好 这个时候呢 白旗选择了一个大跳 大跳 在这 对 在这跳 我记得以前刘老师 因为肩的时候不是经常有白旗 比如说小肩一个的下发 这样 是 比如说这样 他不管爬哪边 我就跳一个 对 他爬我就跳 对 是这样 然后他长 或者是大跳之类的 对 这个是最多 这是比较普通的 最普通的 最普通 最普通 这个李适适我想 他本来可能也预计会这样 可能是这样 觉得是这么下 这个是最普通的下发 对 他没有这么下 他是走的这个 白旗大跳一个 对 在这 大跳一个 要说比较普通的 就是他尖一个 黑旗小尖 尖这个 然后他也小尖 他小尖 他飞过 飞过 这个是普通的下 对 这是黑旗普普通通的这么下 但是他今天没有这么下 李适适没有这么下 然后也是他走了一个 比较强硬的 其实是期待了很多人 给他说的 你走的狠一点 他走的这个 要给机器制造一些复杂的局面 这招期实际上挺狠 如果你要是没有特别的手段 如果你只是这样 扳 他退一个 你退他断 你沾他扳 这个就白旗麻烦了 就看你要哪边 如果这样 你是白旗很困难的办法 是吧 你退我就断了 这个 我这一段一作战 我的高位都发挥了 这是黑旗最有效的下法 最有效 这个是最好 但是没想到对方什么都知道 阿尔法沟他都会 都会 他下的很强 然后很有力 他小尖了一个 对实际上这个下法 李时时之前跟对方下过 他的谱上是有的 谱上是有的 他也是黑旗 也是黑旗这么下 他就是这么下的 他的谱是有的 跟谁下我是忘了 但是这个我是看到过的 就是这么下的 他应该是有亲身体会的 对 但是阿尔法沟肯定也知道 因为他的旗谱他都可以出入了 对他的旗谱 尤其他跟李时时下之间 他的旗谱都研究了 肯定是这样 这个旗下成这样 等于是白旗也把黑旗裂开 给你打裂了 现在黑旗就是有力的 就是进攻 然后通过进攻来发挥 那么进攻 比如说刘老师 您看我现在能不能下个狠点的 这么狠 这能行吗 这个 是不是看起来不太行 这个怎么不行 那个 你说的这个就是 最强的一个下法 是吧 最强的下法 对 这个下法 就是说 我有点担心 他会不会比如说跳出来之类的 就直接跳 小跳还是大跳的问题 因为他这个利益和班 不都有先手吗 是 直接跳一个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段 是吧 照这形状看来 黑旗有点勉强 说实话 你这个就是说勉强 但是白旗来说 你说直接就跳 他那冲 比如说这样 那也未见得 反正这个班肯定是白旗在先手 如果这样 这样应该说 那你黑旗还算有收获 不不不 翻出来的话 他也 也不 他提了也不 也不见得行 而且还那个下面 不见得行 这个白旗能作战吗 不明 有点 不能 你还在那边先搬一下 走掉 是吧 这个白旗 搬肯定能搬着的 这必须得到 对 然后白旗搬出来 我不知道 这是我的想法 你这个比较凶 没有验证过 给那个 没有验证过 试一下 但是这个旗呢 这个旗 这个需要验算一下 这个现在是 黑旗走什么 黑旗 走这个 有可能 走这个 抓掉我就冲下去 不不 现在是 抓掉它打吃 打吃一下 那就打吃吧 打吃 对 能打着一下总好的 这个旗 黑旗好像也能站 应该能站吧 能站 黑旗可以 我觉得可站 黑旗可站 但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招法 比如说他搬完了拆二 我就搞不清了 搬完拆二 他拐冲了吗 不不不不 这个旗是 黑旗应该是可站的 可站是吧 可站 那看来要吓得凶悍一点 你这个下法 比较凶悍一点 比较凶 因为我觉得后面 不是被他都逃出来了吗 所以我就想着 我先把它照进去 然后再看北里面 转下成什么 这个需要验算了 这个需要大两个旗算 大两个旗算了 这个旗呢 你要走的这个 这个是比较凶的 它但是呢 它是长的一个 它一般你要是 应该说白旗总是有 这个地方 它是有招数的 不太容易 你吃不着白旗的 就是你这个 是比较凶一点 但是白旗比如说 它拐一拐 它活是不是问题 我也觉得不太好抓 活是不是 但是它走的是 李世世走的长 我曾经记得 就是它这个形状 也是长的 没有走你这个 它正这么下的 是吧 也是在这个地方 走的是挺凶的 而且那个 把对方攻的 也挺凶的 就是挺厉害的 可也许它后面是 也许赢了李世世 他觉得这个 看来他就得心应手的一招 是吧 这个后面呢 白旗拐一个 黑旗立下来 他没有说是像你这个 比如说再加一手 或者走什么 但是脚上以后 比如说 也是要补的 另一手呢 也是一个很强 是吧 很强的手段 但是白旗 他从这个缝里面钻出来了 对 这个钻是一个明显的 这个好旗 明显的 他把这个 给它留了一个缝 本来你是给它封进去 他给它留 这招旗 你要是走这个是不好的 被人拐一下 拐一个 这个是不好的 这个鱼形三角 它再继续进攻 并不好 它飞攻 但是呢 它这个很好 白旗这个好旗 对白旗那个往下贴 现在白旗往下贴 你这个如果走这个呢 它搬 连搬 对 这个旗你不好搬 你要尝它的 你要这么吃的话 你看这个吃了 那它这个麻烦了 这一打 这全出来了 是吧 你这一针 它一打 传出来 这个黑旗就崩掉了 白旗希望走成这样 对 它那个贴呢 好齐 它单挡一个 它看你是搬不搬住我 如果搬住我呢 我就往底下连搬 对 对 它是力 这个白旗下的挺好 它走这个 好一个 然后双一个 双一个挺好 这个比沾一个效率高 你现在目前你这个肩不怕 这个刺断 这个冲不断 这个不这个现在没有 没有什么意思 这个 这冲断你脚上怎么办 对 现在你断哪边都不对 这个其 目前来说不怕这个 不怕黑旗这么走 那你现在 黑旗这个进攻之后啊 你如果这么拐 假如说现在拐这个 对 它或者就算俗一点搬一个 这把这个飞掉 你这门你也攻不着它 对 你也攻不着 但是这个呢 是属于比较漫长的了 以后再想别的进攻的了 脱补通通了 但是呢你这个旗 实控上来说 你要攻不着这个白旗 实控上啊 你亏的 你让人家穿下来 穿下来 然后这边的形状 还结构也不好 对对对 还有打 亏的 现在这个黑旗就眼见的是要走这个飞 对吧 这个飞是叫做天王山想抢 太大了 想抢这招旗 但是走了这个之后啊 这白旗 其实后面的招数很强硬 是的 下得很好 你本来说拿这个黑旗让你来吃 那有个力也吃不着 但是呢 他下的就特别的有力 而且就有效的手段 很强 他这招旗 他都会 这个就没法跟他下来 这招旗太厉害了 这招旗太厉害了 居然会下在这儿 这招旗就是我们的演算半天呢 计算半天 他这个直接往这一走啊 是其实是效率最好 最佳的一个应手 对 由下在这儿确实 黑旗有各种各样的走法接下来 所以你需要思考的变化很多 因为你不光要思考白旗 主要是黑旗的变化 本来这几个地方 本来是算的 是奸 是飞 硬来 黑旗都有预案 都没有办法 但你这招旗呢 它适度又是进攻 它又是一种转换 但这个选择特别厉害 这招旗一下呢 这个就让大家就觉得 哟 这太厉害了 很多人马上改变 想吧 都从这边开始了 我说你这个旗真的是 没法下了 跟你没法下了 没法跟他下了 这个你都会 都这个你都要脱帽经理了 这个太厉害了 这招旗厉害 下在这儿 那黑旗接下来其实很难选 是啊 他不知道怎么办 我觉得 对 他能压在这儿吗 刘老师 比如说我摆一个吧 摆一个 好他搬那个 白旗搬一个 搬一个 你这个旗也不好搬 接下来怎么做 你断他就打了 他就不好搬 那这三个不全气 那不行 那不行 不能这么下 不能这么下 这个不能这么下 那怎么办呢 黑旗 他就实战吧 那就实战那种下法 他拐了一个 拐了一个 对 这个地方白旗的下法 他这样他有一个迂回 他说就是这样 他只要得到 对 他的力 他觉得他只要把这个处理好 你效率高 你就可以了 他走的效率 他飞一个 飞一个对 他的从你后面一计算这个形状 他的效率来 他都得分了 其实他的要求也不高 他说我这点了 不是把你这儿都穿开了 把你行走 然后我回头打下去 能把自己这块鞋处理好了 就可以 是 然后黑旗 那自己的形状 有点别扭 他现在 这差一个顶 这儿有一段 对 他外面有弱点 是 他是要 这李诗诗他要走的前 他靠下来 对 他说你如果走别 我给你加下去 我先把你分断 对 要跟他站 对 他是挡了一个挺好 挡一个 挡一个 就是说也考验你 也考验你 这个地方你不能被冲 你如果顶的话 他这儿立先 或在脚上 他在脚上先点你 你也很难过 他在说让你有点不舒服 对 有不舒服的地方 对 接下来黑旗还是很难办 不知道怎么办 对 他实战让我们 实战呢 这个黑旗有点 他不知道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实战 他实战走的 很难下去 实际上这个时候 有点难过 对 很难下去 这期 他是走的这个二路排 对 走在这 对 这个实际上不是很好 被他一拐 你吃不住他 这三个子 这两个子 怎么也拿不住 你狠着拿 书着拿 怎么都不行 吃不住 就会让你 就麻烦 吃不住 就这个旗 就不好下 对 那么这旗 下到这儿的时候 就觉得黑旗 挺难办的 确实不好走 接下来会 李世时 他会想些 什么样的招法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给大家留点悬念 一会儿见 好 待会儿见 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正在为您讲解的 是世界人机大战的第三局 由李世时之黑 对而发购 刚才能和刘老师 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就是现在黑旗 一爬一拐 这个三颗子 吃不掉它 对 就已经麻烦了 现在你想怎么吃 如果你要硬肠的话 假如 现在黑旗肠 假如肠 它就顶一个就可以 顶这个就可以 顶这个 然后冲过来这一段 对 不管你走哪 反正你冲这个也好 冲这个也好 我先把你吃了 那这点不行 它活了 对 你家再把这三个吃 吃活了 你还得后手 那就亏了 那就亏很多 这样不行 那你怎么办呢 这个旗 要把这个救回来 只能最后 来了个这个招 它顶一个 这个是不得已而为之 其实很勉强 但形状不太好 这个从效率上来说 亏了 白旗就 它就打了 沾上就行 对 站在这 那你必须可以沾 这没有办法 但是这个旗 你在这个地方 扭着这一串 让在白旗走在外面 亏了 对 这个 这一个局部 怎么觉得 你要是不把那个 大旗吃掉的话 就已经损失惨重了 感觉 是啊 是明显的黑旗亏 亏旗 那看起来 这个下法 确实是有问题 亏了 对 刚才一开始 就是有问题 就是得 从前面开始 检讨原因了 这个 李世世之前 下过这个 但是呢 从这个局部来说 也想 本来想考好对方 但是呢 实际的结果 是自己亏的很多 一个局部 亏了不少 这个地方 效率 你弄了半天 什么都吃不着 本来是你 一个子 又脚 张开的 互相进攻的 现在呢 没得什么便宜 只是这儿竖了个墙 那个地方 被白旗打穿了 效率上 亏不少 现在白旗 走什么 白旗跳了一个 他反正他也不用断 因为这个他抓不住他 暂时你封不住他 是 抓不住 但是你为了补这个段 你要补这个 他想尖了一个 尖了一个 这个棋 被他这个 也算 便宜一些吧 然后白旗在这跳 白旗主要保证自己出头了 白旗的形状啊 应该说是比较正规 对 而且这切下来 这一压也很巨大 对 如果你要补脚 反正这压也都很大的 是的 以后呢 这个棋啊 实际上白旗搬 挡的虎 脚上是先手的 嗯 是练的 脚上是个打结 他就算能团照一下 也是个金桂角 对 里面实际上是有 是个先手 嗯 好 我们来看 现在 黑旗贴起来 对 现在就这一块 有没有危险 黑旗能不能抓住他 嗯 这个是 一个 关键 嗯 但实际上 现在目前 我看了看 这个手段好像不行 不太容易抓得住吧 不太容易 现在白旗 黑旗要想把这块旗 比如说刚才这个贴起来之前 嗯 想要这么 蒙住他的话 假如怎么蒙 这能怎么蒙啊 最狠就靠 也就这样了 靠一个 靠一个是最狠 它加一个 它加一个 冲过来 对 然后打吃 鞋上 这样也行 这也可以 这也可以 这也没问题 然后它断一个 打出来也行 打出来 我也不用想别的招了 就这样就行了 反正你接住也就一个眼 你断了 需要跟我杀气 我想这个白旗应该不怕 这个应该 就这个 这个就可以 它这个长线手 长一个线手 你得拐一个 那它该白旗走 你看 这该白旗手 怎么都不可能是黑纱白了 我猜 对 这个白旗就白旗走 总是白旗要赢 对 白旗不管打吃贴下 怎么都可以 怎么都行 这就绝对是杀不赢 不会杀赢 应该是硬杀 是杀不住的 那么它是贴的一个 黑旗贴起来 贴起来 那么它还去沾一个 其实用不着 我看用不着 但是它为什么 没有这个必要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发现这个AlphaGo 它下的时候 有一些就次序 它是没有必要交换的 但是它把它走掉了 就是我们后来 对于这个机器 有了一些了解之后 对了人工智能 有了了解之后 才知道它是 就想把这个分支 因为局面太大 这可下的地方太多 它是用一种搜索法 叫蒙特卡洛搜索法 那么它的搜索法 越减小 它的这个机器的工作能量 就可以减小很多 所以它把这个该走的交换掉 它就觉得省事了 那打劫不是就亏了吗 但是打劫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另外一码是 打劫材材就损了 对 是的 对我们来说是这样 对他来说 我就不清楚这个打劫这一块 它是怎么计算的 或者是怎么思考的 这前两盘都在说这个打劫 为什么老不打劫呢 都着急 很多人都说 你给他打劫啊 李世世为什么不打劫 这个当时连我都说 那是啊 你给他给他走乱一点 对你别的招 你不行吗 你就试试打劫 是吧 但是别人说什么 你给他有协议 这个我绝对不会相信 这个当时 我说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打劫 我倒觉得你应该给他试一试 但是李世世他之前都没有给他 就是说是刻意的 那个非要打劫 没有 这个后来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专家 他也会下围棋 他是给过一些意见 他说跟Alpha给我下棋 如果说你想赢他的话 你要尽量早的制造一些复杂的局面 最好是好几块棋 然后要跟他打劫 这样他机器呢 他因为太复杂了 他算不清 他不可能把每一种变化都穷尽 这他做不到 因为变化太大了 为期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棋 现在你要抓不住的话 从这个局面猛一看 好像你看这黑棋跟白棋转 搅在一起 这个这么 本来是黑棋攻白棋 现在来说应该说 很难说了 是谁现在占得优势很难说 在这个局部来说 对 现在他是 现在黑棋拐了这个 因为他出头不舒服 这两个拐便宜吗 我总觉得第一 他不知道怎么出头 不是 尖一个是个行 小尖是行了 现在直接拐完跳这个 那白棋出头 这个就 白棋这个明显简单出头了 白棋下了堂堂正正 没有什么 他是 他我估计就走完之后 主要是想走这个 对他想拐一个 想让你难受 他想顾 你让难受这个 看你怎么硬反 你如果硬了粘上 粘上或者想 粘这个 粘这个都太难过 那你这样 让他 他 粘这个不肯 那 那就这样吗 就 煎一个 煎几下 这个是比较最凶的 这是最凶的 对 但是这个 这个呢 呃 我想啊 如果是我们很多 奇手就对异当中啊 很有可能 都很有可能会往这走 嗯 承受追击 主要给你分开 呃 这样呢 就把优势确立 呃 但是呢 这个阿尔法国没这么下 这个电脑呢 他的程序啊 都不像我们 要什么 一江胜追寻寇啊 这个他不 他来了一个温和的 他就跳在外面 这个从他的计算呢 就已经够了 他觉得这样挺好 他给你过了 你过你就过吧 啊 我不跟你计较 给你过了 对 哎 这个是 这个 这个我觉得 这个从 后面啊 从这个 棋局 进程看 从这个赢的这种 安全系数 这个还是可以 比那个 比那个 那个有作战 那个就看不清嘛 好几块 有可能 一下子把对方 记得 稀里巴落 但是呢 你也有可能 你就是说 突然间 犯错误 那就是 错误的概率比这个高 没错 他这样 如果接的话 就变成了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四块 对 对于电脑来说 他可能不是 很喜欢这样的局面 他喜欢控制大局 他长了一个 他长一个 对 然后白旗团住 团住 对 然后度过了 他就度过 拖一个 他这下的也很有意思 人家冲 他就单挡 对 他也不顶一个 不顶 没有 不交换 对 他不交换 他不 白旗不是有可能以后 假如有劫财的话 不是有可能这样吗 比如说这样 他打吃 他提掉 不 这是李适时的选择 对 李适时 他就希望你来 他就想让他这样 是吧 李适时是希望你这个来 也不交换了 但不交换 以后有可能交换不着 有变化 是的 李适时他希望给你出点难题 他度过了 所以说他还是制造了一些可以打劫的地方 但是人家不跟你打 对 问题是 而且在这跳一个 对 补一个 补一个 你这个棋 黑棋是不是在这 像尖 尖掉 走掉 缓住 然后他再 他贴一个 这个基本上算告一段落了 是吧 从那个时候挂 这个都从挂进来之后 一直到现在 现在你说那个棋啊 黑棋没什么木 对啊 没得什么木 是啊 而且都是一二路混合爬行的路 而且还没演 收获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 但实际上那个棋啊 以后被他这个 还能搜刮一下 对 那个棋是白棋走的话 白棋走的话是有先手的 嗯 行 就这一带走完了之后 白棋你便宜在哪 你看啊 这个加强了 这个地方要承控 嗯 而且以后被 如果被白棋封啊 这个大龙没活 还没活呢 这个究竟是 当初是谁在攻谁啊 这个 亏了不少 这个 这个 李世世这个地方 真的亏了不少 我觉得这当初 这个定势的研究 还是有待 嗯 有问题 再要重新 有问题 他这个 这个下完之后啊 以后我估计在这个靠啊 可能大家不敢下了 就觉得被人家一尖 好像就没什么招啊 走完了之后 我估计很多人不敢下 不敢下这个靠 对人家一小尖是吧 对对对 嗯 好 黑棋现在飞了一个 飞一个 嗯 白棋依然下得很温和 我就飞一个 不过这个 这两个交换 你看这是成空 对啊 对啊 它这是空都成到六路 简直是 这个太大了 嗯 这个太大了 嗯 现在 这块棋 嗯 这块棋 如果你 黑棋 攻不了什么东西的话 嗯 你就说你的空明显 现在就是想办法 能不能拽着这一块棋 攻 现在目前这个地方 你看 实际是这个 没有没有漏 没有什么 他这个班是闲 这个 这个 你 你不管怎么说 人家这一班 你这个走这个 他这一跳 脚死了 所以说目前那个地方啊 暂时是 不惧怕黑棋这个分段 是的 不惧怕这个分段呢 你这块棋 他白棋这个头在外面 你除非把那个头摁住 嗯 哎 除非把这个头摁住 在这个地方再有两个借用的话 把它 给给给给他 呃 吃住 或者借用的话 能够把它给他 呃 呃 包在里面 对 那行 现在 那怎么能借力啊 看看能借力 现在黑棋先脱了 脱了一个 啊 要求先做一些准备工作 断一个 这都是一个常规手段 提掉 提掉 把这个交换一样 交换一样呢 有助于他活棋 啊 算那块棋呢 活的 基本上活了 嗯 基本 但是好像没有 他就把这个打吃 本身没活 本身两个也没有 对 白棋打吃这个 他局部是不活的 局部是不活的 对 是的 但是他现在看能不能攻这个了 但是如果说黑棋还是一个人往外跳的话 那也 这局势是 如果 你只是往上跳 被他搬一搬 那也不行 你如果你只是这样 我跳在这儿 被他一搬 嗯 他扬长而去的话 你这个效率不高 是吧 哎 那 怎么办呢 看看啊 这个棋 黑棋现在 黑棋是不是 除了各种是不是走这个 对 他靠了一个 靠在这儿 这肯定是非常规手法 这个手段呢 就是说 一个常规的 想攻这一大块 在这个地方先做准备 或者先损一点 对 假如 比如说啊 你如果搬这个 我搬这面 你搬这个呢 我搬这面 最希望的是什么呢 最希望你走这个 我走这个 你来 你来这个什么 吃我这个 尝一个 是吧 我你会走这个 一点之类的 那我在从那边 那何时 就是希望这样 这样呢 我好 在动手那头 不这个时候 肯定是这局势 黑棋不利 所以他肯定要想一些 想办法 对 想一些这个 很不一样的招法 让人家有点 措手不及的那种 这个棋呢 这个白棋啊 如果我拿白棋 我有可能退一个算了 您就退一个 有可能退一个 我觉得怎么硬都 好像就挺好 我就搬起来 他搬起来 我觉得沾上 他是走到这个 对 他硬的还挺凶 挺凶的 我觉得挺凶的 他这个下的 而且打一个 沾上 然后沾住 他走的挺凶的 我发现这个AlphaGo 他总是出乎意料 他觉得你 我们觉得 可以下的凶的地方 他算了 他走外面 对 我们觉得 可以退的地方 他不退 他下的挺凶的 那他贴出来的话 是不是这个啊 应该是吧 应该是这个吧 可能是这样 打了在网上走 还是怎么着 这个棋 我就不得而知 AlphaGo也许 想这样走 他是不是觉得 顺势 我能把这块 困围上就可以了 也可能这么走 他这么算 那么 但是这个时候 李世世下的比较狠 这出乎意料 他是断的 对 断的 他是直接就 就来狠的 他 但是这个白棋 本来你贴出来 他跳 再断打 现在是直接断 他就贴住了 你扳了 他就可能会断 你如果这样 他就会给你断掉 对 这个你反正 真不掉他 你那个卷啊 你那块还远 是的 反正是白棋下的 挺强的 也挺强 要我 我估计那块大棋 形式都好了 从我的心态上来说 下的稳一点 稳一点算了 你即使稍微 给你点便宜 不给你生事 只要那个保住安全 就拉倒了 他的计算 只要行 你来吧 我就给你 看一看 吃我 但是李生日列 居然也没招 这个棋就很奇怪了 对 他 现在是也没有 你只是打两下 没啥用 卷两下 还有那个地方 有点远 对啊 有点远 这个白棋 基本上能补一个 他就够了 你得先手 得走掉一下 比如说黑棋得先拐着一下之类的 对 那个能把他底下演 我想他没有什么演 最多是后面有个后手演 对 但是这个关键中间 他封不住 中间呢 中间好像他封不住 你搬他能跳 暂时他 你封他的话也很困难 主要是黑棋自己这块鞋也不厚 他回头被人家头撇过来 对 如果你要搞不好 被他封进去 那块没活 对啊 对 现在 现在黑棋断了一个 对 被人家压过来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担心 说这三个子就这么死人家了 这个也 我以为他要搬了 卷那个 结果他这么推上了 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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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赶快把这个 这个搬是个 长了 这一长 那就不对了 你就是这长完 只能吃 最多吃这三个 这个就变厚了 嗯 没有毛病 你利用都没有 对 这铁板一块 你这个棋 你还要想吃那个那就更难了 更难了 是的 这个棋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棋他就尝一个吧 可以去尝一个 尝一个 确实 他就在这挑拆二 也是很 下得很稳当 这个最佳 拆二最好 最好的 你走别的还冲断 你跳冲断了 比拆一也好 这个棋下挺好 白棋下的应该说是相当好 然后黑棋大跳的一个 他还是瞄着他这一块 那是啊 瞄着这一块 但是刘老师 这个大跳之前 他是不是可以考虑先拐掉啊 拐掉他也算了 你要拐完之后 比如拐我就补一个 比如说这样 对对对 我最狠的是 你可能是尖完拐 你要单拐我会猴在这 那就尖完拐 尖完拐 尖完拐 他跟上 对最狠是这样 对就在这个 或者你要走 我觉得就飞一个 或者可能 飞这个 对对这一类的 我觉得早先应该说下发很多 他可能就搬一个我估计 主要是这个时候 确实是行势已飞 总得想点招法 对对对 你再不想招 你这这 其实没法下了 白棋以后 这个立一个 立在那 那个机房 下面有可能有个半个眼 但是这个棋 你要吃白棋还早着呢 那确实不容易吃 吃不着 主要是这一带 你飞了 即使贴下来 这脚你还牵着一大个脚 对对对 这没法看 是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缠绕战术 进攻对方 是李诗诗拿手戏 对 他拿手的就是这个 用狠的时候吃大龙 都非常得热 但是这一次 对上 他真的是有点束手无策 好像没什么招 有束手无策 我觉得 柯杰说句话 他说他实际上心里 就心态被打垮 就是说 他那个心里有点崩溃 自从第二盘下完 我觉得这棋就不 他是这么理解 李诗诗的科捷 他说他的心里 可能有点崩溃了 我想这个科捷 应该是非常了解他 因为之前跟他下过很多盘 对对对 他说看他实际上 他已经不是他的招了 对 李诗诗不是他 他最强的时候 他最好的 他不是这个 不是这样 他在 他前两盘被打成那样之后 第三盘 他其实心态就已经 那个时候人的那个 那会动摇的 对 不是有点那个极限 承受不住了 不是我觉得这个时候 第二盘下完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 李诗诗会不会很动摇 就是对自己 就产生怀疑了 我的招真的能行吗 就这样那种感觉 是是是 我很怕他顶不住 怕他顶不住 对很怕他顶不住 真的是怕他顶不住 是 因为这世人都是觉得 我这前面两盘棋怎么都下不赢 都会这样一个感觉 对 柯杰你看他说 他了解 他说到这有点崩溃 有点崩溃 这个下成这样 其实我们现在看 说有这个有那个说很多 但是实际上当时 这个你们那种当时的状态 这不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 那种气氛 现在他走的这个吧 走这个 然后白棋这个时候 你没有走呢 他就把这个 他挡下去了 挡下去了 对 这个补一个 其实也是 其实也有说 先走完之后搬这个 但是挡一个呢 是挺含蓄的 我觉得他补的很坚实 补一个挺好 补完之后 再走的话 我就有活棋 对 关键脚上有东西 脚上 我有一些手段 是的 而且不单单是这儿能活 这底下眼睁睁的 看着还有眼呢 不 他不是考虑那个眼了 他还点进去 自身的那个时候 好 我们看这个 现在黑棋点进去了 要活脚 太大了 不走被补一个 这肯定死了 对 对 接上他就搬了一下 对 这个是活 然后把这个跳回来 现在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里面进不来 这都是白棋的空间 你看多漂亮 这个空太大了 回到六路 就是说 这么下的话 就是白棋反来贴木都够了 就是说白棋能够反着贴黑棋的木 这个太大了 对 效率下的 白棋下的很好 黑棋没有如果不来点急招的话 是不行的了 黑棋他肩顶 肩顶呢 他总以为你可能长一个 先手 以后在这个地方 有一些手段靠靠了之类的 但是他来个实际的 搬一个 来个俗的 但是这个是 找个先手也有效 但很管用 我觉得 挺好 这个找个先手 也是挺好 挺好 然后他又接下来又补墙 他又点了个二 其实这是补墙的招法 来想吃你这个饺 对 吃饺 其实考考对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死活题 挺跪脚的 特别复杂 里面变化局多 其实也是来考验一下李世时的 当时是考验对方了 李世时是先团了一下 对挺好 接上 然后虎 虎一个 他顶 顶一个 对下来 搬一个 搬这个 他里面实际上有个 有个结的什么 现在没结 但是他走完了就 走完结 对 他糊了一个 不走在一个 走这个 他可以挡在这 挡在这 挡在这之类的 对 是的 打结 里面存一个打结活 但是黑棋也不会再去补了 黑棋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情补那个 不要去补了 黑棋 黑棋打了这个 打那个 当然这个也不小 打那个白棋不可能去沾 不可能跟着走了 白棋把这个补了 是 他沾上了 这个也不小 倒是不小 本来可能黑棋不打 比如说黑棋打这个 或者加这个 都是值得可走的 这个加一个也很厉害 对 加也很大 很大 这是有鲜水味道 像白棋沾完你要不走 他以后有尖冲了 或者往前走走 都是有价值的 确实 他加强了一个之后 对这块棋也是一个安全的 也是一个加强了一下 黑棋靠了一个 靠一个 这个是几招 对 这个应该说 他希望你要 比如说你要搬这个 他沾上 你沾上 这个棋就有棋了 点进去 点这个是一招 是吧 这是一招 这个是一招 成功了 那你这个 把他对方就打垮了 成功 成功 或者是还有别的招 这个还有 或者还有拖一个 拖一个 拖一个更狠 这就等等 这是 白棋冲了 白棋冲 他不失落 这个地方 这其实 李时时 我估计快读秒 这个时候 他也是急了 他来个什么 他这个时候 你没想到 他走这个 我看到他这部席的时候 我才明白 他是什么意思 他好像是要引针 是吗 对 他是假如 他希望你走这个 我搬 搬 打吃 对 打一下 提掉 对 我递这个 你走这个 我走这个 他现在打 打不死他了 对 你就说 你打这个 我这个就是多出来 这两个 有两个子 对 你就打不死我 我是要求这样 碰一个 你虎是 说是你本型 虎一个 我这样 就能把你这四个吃掉 想来一个 这个手段 考考对方了 看看他会不会 会不会 但是白棋 走得强硬 你看他走 藏在这 他说你这里面 都是死的 不但没有手段 而且把你这个 都要吃进来 这个你也损了好几目了 损好几目 这个棋 他 他打两下算了 他是走什么了 他是 没有打吧 他是打了 他后面打了 我们可能次序摆的 是不是 有点问题 但是后来下的 肯定是这个样子 就是 把他打掉 然后还奋力的 冲进去一波 不然被人家围上 这棋肯定是不够了 是啊 他一定要冲进去了 现在 然后现在白棋 逼住他 在这 对 这个地方 有点意思 这个地方 在这个大空里面 掏进去 应该说 就是说是 像那个 如果碰到柯杰 他可能 有可能不在这里 搅乱也可能 就是说 这种碰啊 可能都 可能都不下 也许是不是 就想试试对方 这个 反正这棋 已经是不行了 我怎么也得 挣扎一下 垂死挣扎一下 我觉得 好吧 靠这个 他先靠的这 底下 他先靠这个 先靠这个 对 然后他顶 他再靠这个 他接上 这其实看着 这根本就不像有棋 但是 我觉得不太像有棋 他这个 他走的这个 他后来走这 我觉得把他吓得简单一点 我忘了在这 他又怎么活 那里面有个冲断 给你冲断 您现在就冲断 他现在冲断 给你这么 给你冲断 给你乱搞 先把它搅和 这时候先搅和一下 这样呢 就是说 李诗诗 就是想在这里 搅出东西来 对 我是觉得这个下法 下法 实在不太像型的样子 但是这个时候呢 也是读秒 他要拼一下 拼一下 这拼一下 我们看实际上 这个时候啊 我觉得后面是有 搅出点东西来 你觉得已经 有点起了 有点东西 至少要搅出点东西了 它是搬的 它搬的 虎一个 虎一个对 虎这个 对 然后就贴一个 对 它并 那这个时候不粘 也已经有起了 就是说这个 它不粘呢 不粘就已经有起了 怎么走 您觉得 就这个时候 该黑气吗 我就走这个 它沾上 对 是吧 走这个 哦 这已经有个打结了 对 已经有结了嘛 嗯 这是 结是有的 嗯 但是这个结呢 即使打结 结财也不够 倒是 结财也不够 他提的话 他这儿是个结 这儿是结 那是个结财 哦 就打结也不行 就是说 但是有起了 已经有起了 确实 被他吓出起来了 有起了 就正好结财不见得够 也不赢 倒是也不赢 赢不了 这个 嗯 但实际上 他能够有起的 但是他是最后 是沾上这个 沾上这个 嗯 然后白旗站上 对 冲断 他冲断 这个给他打结 都 这时候打结 当时大家都 高兴了 所以之前 终于打结了 是吧 终于打结了 看看对方是有招没有 你到底会不会打结 但是居然他不提结 他脱先了 脱先了 在这儿搬一个 哎呀 这个地方 倒是一算了 还没办法拿它 对 你吃完了 人家提结 这上面还有好多 你把它比如铺完 打断之后 他提结 你还没结 那关键这个盘棋 主要没结财 对 那怎么办呢 他搬了一个 搬一个 这个当然是可以先手 然后提了个结 白旗硬的可冷静了 他就团住 团在这儿 好 那就 他在打吃 他提结 再打吃 打 结上 然后他是从这儿打的 对 这个你 对 提结 这个棋 还是结财打不过他 提财 黑旗靠了一个 靠是个棋 是个棋的结财 但这个棋呢 他硬了 他硬 他说我硬也没关系 你棋过来 我本身有棋 关键很 粘上 这个特别狠 假如你这走 他提结 粘这个棋 是吧 对 你如果找那个棋 你找这个棋 只能断了 他把那个吃了 我吃到这 对 吃到这 你这个棋 你如果吃完 那把这个提了 整块棋也没有活 对 他可以打了 不 这不用打 直接这一靠就死了 这就先怕 你再躲的时候 我在这一搬 再搬断 全要死 这块黑旗 这整个大龙都要死掉 那就太难看了 这只要被他吃花了 那就 整个巨龙都要被他吃掉 是的 所以说这个棋 他算得太准了 他就敢粘上 粘上 哎呀 黑棋没办法 黑棋粘这个 不 黑棋粘这个 粘这个 然后他一提结的时候 黑棋断了一下 断了 他还敢走这个 他提结的时候 然后他提过来 现在 这个棋啊 到最后 他一点不手软 他想把这个李智 全部吃花了 全部那个巨龙给他吃掉 他打吃 他粘上 黑棋粘上 他提掉 再一打吃 他跟他打结 他提掉 再一扑 这不行 这一看没结财 这个就麻烦了 这个主要是 这块还没活 你如果敢提 他提结 你立的话 他打这个了 这不行 这个 打这个 他这个本身结 大龙全部活 他这个气掉都可以 对 所以这个棋到这个时候 他一扑的时候 李适时认输了 那么下完这盘棋以后 李适时就已经 以0比3 等于输掉了 这个人机大战的 午饭期 确实是 阿尔法狗太强了 不得不这么说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